然后我们刚刚用 round cube 的方式做出了这一个球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我们圣诞树上的彩球来放置 然后现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创建了像这样的一个模型的时候 我们要放到模型上其实很不好放 这时候就可以配合我们的 cursor shift 右键 因为 cursor 预设它会贴着模型 它会贴着模型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shift s select to cursor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把我们要的模型放到我们要的位置上 然后我们这里球 因为球是同一个模型 所以我们其实用同一个模型就好 所以我们不要用shift d shift d 复制的话 它们两个是独立的模型 就是好 我看admo 我这里做编辑 它们是互相不影响的 好 按叫 alt d 它是复制处是instance的 所以复制在右键这里叫做 duplicate object 跟 duplicate link 或者 d 是 duplicate link 像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模型 编辑的话 它模型是联动的 像我们这个模型其实是同一个模型 它只用instance 这样其实比较省资源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instance的方式 来复制这个模型 可是像这样我们每一个模型都要按shift s 去调整 当然习惯的操作后其实也是蛮快的 但其实这样操作 要粘点其实有一点点不方便 然后我们这里来做一点修改 来 我们用我们的粘点工具 然后我们把模式贴到 edge face 面上 这样我们在移动的时候 它就会贴着模型的面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很容易 光移动之后它就可以贴到面上 这样 alt d 过来 这样它就可以放到它的面上 然后如果我们要想要 像我们现在是球状 如果我们要align to target an individual element 我们这样的话它其实就是 就会贴到表面上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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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较好操作 Alt d Alt d 可以快速的 粘贴到我们的模型上 好 刚刚像这里指到说 align rotation to target 这个我创建一个别的东西来放 我们创建一个别的东西来放 turious 我们这个12就好 我们把它改小一点 0.5 0.1 0.01 0.005 0.02 好 我们就创建像这样的甜甜圈 我们太细了 创建一个新的 去贴 turious 做胖一点 24 12 比较圆 好 好 像我们这一个 像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勾 align to target 的话 他就会只会 位置的去 碾贴到表面 他不会 面去贴合 align rotation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增加一些 方便我们 方便我们 方便我们去放置 有方向性的物件 当然他的轴向也是要对的 对了 这里 我们把轴向开起来 必须是Z轴朝上 在方向去对齐 或者D 我们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复制 放置一些我们要的模型 好 像我们这样 圣诞树的基本装饰就差不多了 看我们有没有在做一些什么 放在树上 好 我们就放一个 Susan 所以 我们的Monkey 然后做我们的 圣诞树的组装饰 好 像我们家基本 圣诞树的模型 就这样完成